其实魏老师这些年 应该说在歌坛 也是唱了好多歌吧 是 参加过很多次 春节联欢晚会吧 是 但是王老师唱的歌也多 王老师到现在还唱一些 特别流行的歌 是啊 比如说小苹果 我们一块做节目 我都很佩服他 我都觉得 能记住词吗 小苹果 然后那个跟小朋友 特别特别好 很时尚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应该向王老师学习 特别特别 今天我觉得你们俩 简直太有缘分了 在录像之前 我们编导就问王杰逊老师 说王老师 观众特别喜欢听您唱歌 您能不能再准备一首歌 王老师报了一歌名 我们的记者出来说 王老师报的歌名 和魏老师准备的是一首歌 是 您准备了哪首歌呀 我唱了 当时我录了一首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忘不了故乡 念念离花坊 我试试报这歌 后来我又把这歌取消了 你就故意猜到他要唱的吧 我没猜到 后来我就 上车了 确实上车了 上车了 没有唱 没有唱 我就可以不唱了 请不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在2011年办过一场音乐会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南高院 办一场音乐会是很不容易的 大乐队 但是我就跟杰茜大哥说 我说杰茜大哥 我说我要办个音乐会 我说请您给我当嘉宾 您帮帮我 二话没说 什么时候排练 什么时候演出 什么曲目 就是让我根本就不用操心 而且分文不曲 我觉得让我特感动 所以我觉得突然间想起 这种情意 家国情 爱国情 就觉得让我觉得 就是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对他的感谢 其实不单是这样的 对 对